我現在做錯了,現在成熟了,你肯踏尺一步 但會不會對前妻有個虧欠? 我覺得在感情方面,當年我絕對處理得不好 這件事是真的,自己不夠成熟,很多事情都不懂得處理 我相信這件事一定會有,我還有跟他聯絡 你肯踏出第一步 我也是有聯絡的,因為我也是 因為這一段黑骨銘心的情和歷史 令我今天對我太太的另一種看法 我對婚姻的另一種看法 到你五年前,認識現在的太太Apple 她其實都會知道你過去的 她很清楚 我跟她真正開始踏出第一步大家發展的時候 我有問過她 我說Apple,你真的肯和我一起 你真的不怕 她回答我一句 我是覺得 我真的想不到 我沒有聽陳山中的三身有幸 可以認識她 她就是跟我說 你的過去關了什麼事 你都會說過去 而且對我來說 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因為有很多朋友 你知道 一個女生身邊一定有很多女朋友 就算不是女朋友 也有 或是家人朋友 你自己也有 我自己也有 何況她 怎麼搞的 你跟她在一起 你沒事吧 她去答所有朋友 都是同一個答法 關我什麼事 她現在跟我一起 她不是以前跟我一起 她給了一個很大的強心針 她也很包容我 我們拍攝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出街 我不想影響你 你現在要事業為重 所以我們那幾年 除了飛去其他地方旅行 基本上是沒有出街 就算出街吃飯都分開 要找其他的common fans 一起才出街吃飯 直到我姜出街 就爆了 不知為什麼 我相信世界是沒有秘密的 這個是上天注定 我們一定要把這件感情 擺出來的時候 是正確的時間 就公開 我都無謂無懼 都已經這麼多年了 可是我也沒想到 有甚麼事 你看開啟 你也要招 higher